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冠疫情溯源冷链主题采访 会上有多位专家强调 发生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疫情存在冷链引入病毒的可能性 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链这个途径远距离进行传播 而且呢一旦它引入到这种特殊的像冷链的这种海鲜销售市场 或者水产品加工企业等等这些特殊的场所 它能够引发这种本土的爆发 最高度提示着在这个19年末 这个发生在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这起疫情 存在着通过冷链引入的这种可能性 华南海鲜市场当中的话 一共是有678家的一个商铺 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 有390家的商铺呢是跟冷链是有关系的 然后的话这些商铺的这个进口货品的话 是来自于这个20个国家和地区 涉及29种这个进口冷链的一个产品 另外的话我们对这个整个武汉市 在2019年9月到12月期间的这个进口货品的信息呢 进行这个梳理 发现就是说它这个涉及到这个37个国家和地区 440种这个冷链产品 马慧来介绍 发生在中国北京新发地 大连等多起新冠疫情 其病毒溯源结果均证实 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链运输途径 进行远距离传播 特别是在2020年10月倾倒疫情中 在冷链产品表面 不仅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而且从冷冻食品外包装上 分离和培养出了新冠活病毒 证明了冷链使病毒处于低温环境 在体外存活时间增长 可实现病毒跨区域 跨国家 跨洲际的远距离传播 我们中极控的病毒所成功的 也是首次的 在国内外首次的是从 这个冷链食品的外包装 成功分离到了新冠的活病毒 所以这次的检测呢 从流行病学 从这个病毒基因学 帮帮面面的证据 我们都获得了非常完美的证据量 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 需要全球科学家共同合作 会上多位专家也建议 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 共同防范冷链传播病毒的风险 希望就是说通过这种 不同国家的合作呢 建立这种冷链传播这种合作机制 也就是说呢 当一个国家 比如说发现这种冷链 相关的这种阳性样本的时候 有阳性这种输入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种 世卫组织的一个领导 主导的框架下呢 基于这种科学的这种态度和这种证据呢 我们去比如说 开展进口产品是来源国的一个追溯 一定是有一个全球的通筹 它针对发现的这样的情况 全球各国家共同行动起来 同一命运共同体 同一健康这样的理念下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做科学的研究 协同去查找 能够阻止或者减少 这种冷链 从业人员感染 污染这种冷链食品 而且远距离传播的 这样的风险和隐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